大家好 我是渝夫 欢迎再度收看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今天省长选举最热门的话题是 这个黄俊雄的布袋戏 那么分手 台路夹书严文 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因为这个黄俊雄的父亲黄 本来说是被宋主义杀死的 今天又改口说是被宋主义救了起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自由事报记者已经赶到高雄县的 省长公办政协会上去了 那么等一下我们也跟陈进兰先联络上了 等一下看看陈进兰怎么说 OK 那么李登辉今天已经正式 针对的这个赵绍康批评他为极督 那么提出了他的这个看法 他说他呢 不是 他说这个批评他是极督的人 是有政治阴谋的 而且呢 他又说他这样的讲法 只是要让在台湾的中国人有尊严 那么但是呢 你认为 你认为从统呢 批评这个这个博士赵绍康 这样子的做法是 一叉咬叉一嘴毛 因为我们电脑里面没有这个不雅腾字 或者呢 是这个正当的智慧 还是呢 他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言行不一致 请赶快打电话进来 那么赵绍康不只是赵绍康 我刚刚要这个批评李登辉朱高正也要骂他 我们一起去看看 胡 胡 胡 不论朱高正 胡论朱高正 不论朱高正 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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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胡 胡 好出 好出 周委员 你最近呢 很粗鲁喔 五入国家元首还大骂三字经五字经 什么叫五入国家元首啊 到底是五入哪一国的元首啊 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是讲的是我们李登辉先生的话 你看 他自己都说过 二十二岁之前啊 他根本就是日本人啊 你看 到底他是哪一国人啊 都搞不清楚 你看 他还说 我们台湾人民啊 当初啊 在日本天皇这个死的时候啊 他怎么如上考疲啊 什么叫如上考疲啊 我根本是靠杯啊 靠杯啊 我不知道要骂他 靠杯啊 我还用国台语啊 还用日语啊 还用客家话 我也要骂他 你看 首先啊 我要用国语来骂 他妈的啊 哈 你看 爽不爽 爽不爽 你看 如果说我用台语骂的话 你看 你看 猪哥亮啊 每次都还这么骂的啊 就叫 你娘卡厚 你看 我还要啊 如果说他这个台语听不懂的话 我还可以用日本话来骂他 如果用日本话来骂他 巴格亚路啊 你还要听我客家话吗 客家话我也很溜的 我跟你讲 好啦… 不要再骂… 你骂成这个样子 你用不会骂脏话 这个总统怎么会见你呢 我想他不见我就算了 是他自己辞约啊 你看 想当年啊 你看 他已经答应过我 这个有机会啊 要跟我好好的喝茶聊天啊 没想到我现在要见他 他反而不见了 你看 他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统啊 你看他可以去见那个什么 司马聊太良啊 什么叫跟他聊啊 你看 而且啊 你看 我们很多这个国家的重大的决策 既然是要我们去翻日本的杂志 我们才知道啊 我们到底是哪一国人啊 我们高位充足啦 你看 尤其是你看 他你看 经常跟那个什么 什么杨乐多啊 跟那个什么张龙发啊 他到处在讲什么 Ohayou kousayimasu MashiMashi啊 你看 包括我们这些台湾 这个没有钱的人啊 他到底看在什么地位啊 所以如果说 有张一日 如果说你们各位托我一票 你把我当到 都让我这个老出去当省长的话 我觉得啊 让他要那个养乐多 我第一个要让那个养乐多 走出台词 让他说sayo na la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成为老猪啊 二老猪都这样 老猪啊 好… 各位啦 你跟那位妇女 在这个省长公办之间话上 骂成这个样子 你到底要不要向这个妇女道歉 你说要我出某人道歉 道歉啊 门都没有啊 为什么呢 你看 想当初啊 你看那天在这个公办证件会上的时候 到底是谁侮辱谁 我还搞不清楚咧 你看尤其那位女性啊 她指的自己不该指的地方 还要到处跟我指来指去啊 你看啊 想着我本来要忍的 不是不骂她的 但是你看 人必自武啊 而后人无知啊 首先是她侮辱我男性啊 我先侮辱我了以后我才侮辱她啊 你看到底谁要向这道歉啊 我想啊 我们应该要跟讲个清楚啊 要我道歉 实际上如果她不道歉的话 要我道歉是门都没有啊 当然啦 如果说在这个公办证件会上的话 我想我言语应该劫持啊 因为到时候啊 人家还以为啊 我不是在选台湾省长 我还是在选这个省 张华县县长 她讲张话的那个先来 你看 人家我向来 你看跟我比赞 没有关系 你跟我比赞的话 我精神越好 你看… 你看我们国家多么进步啊 连这个星星都来听我们的证件发表会 不过没关系啊 我比这个星星还要强壮 你有种跟我比划… 来… 我们来比划一下 来来 人比 人比啊 二号主刀在 二号主刀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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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刚刚朱高峰的表演啊 这个纯属表演 所以请小孩不要学习 OK 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啦 我们就说 我们的这个到底实验文是被谁杀死的 现在呢 自由时报记者已经在高雄县 做最新的报导 我们现在请自由时报记者 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导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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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时报记者你可以听得见我吗 喂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请说自由时报记者 是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杨生如 现在在高雄县报导 省长候选人公办证定会 今晚遗失高雄县凤山寺 凤甲国中举行 现场涌入近三万人 其中大多数为支持民进党的群众 当二号发言的国民党候选人宋楚瑜上台后 支持民进党的群众 从头到尾均大声鼓噪 宋楚瑜被迫捂住停止发言 并特别举陈定然在民进党查会选时 把高雄县黑派瑜伽班 十位县议员开除党籍的事情 批评陈定然为了提名省长 就不清红皂白 开除别人党籍 还此言自己是青天 接着当新党朱高正上台时 民进党群众更举起 台间朱哥更卖台求荣 朱高正是一梯 不是他妈妈生的 朱高正狭斐自重的白布条 并大声鼓噪 朱高正反应也很激烈 他先大声要求警察取缔 并反骂民进党是台主党 民进党的人都是狗生的 OK 好 那请问这个宋楚瑜 我们今天知道这个 这个实验文 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这一件事情 到底陈定然的反应是怎样 陈定然刚才在证件会演讲时 当场播放黄海泰 当初在台北开了记者会的实况 录音带显示 黄海泰说 当时是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 要求黄俊雄 把布袋系的节目改成国语 不要讲台湾话 但是变成国语后 因为既不通俗又不好笑 所以没人要看 而且新闻局当时的确有阻止 并且说要讲国语不能讲闽南语 那播完录音带以后 陈定然就表示 一切都有录音带为证 OK 好 好 谢谢您 这个其他的这个详情呢 请看这个明天各大报的报道 OK 那么 我们知道呢 选举一到 大家就开始这个扣帽子 这个贴标签 有些人说你是统派 有些人说你是独派 那么到底统獨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休息一会一起去看看 现在统獨大战站到什么地步了 几天前台北市党候选人的公办证件会上 意外出现一段石破天津的谈话 这段谈话不当让一直保持局外人超然角色的总统府 终于被迫卷进今年激烈的选战中 以把这次选举里的省级问题推到备受争议的最高点 李登辉先生他不但主张台独 而且他是极独 同时呢他更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要在他的手上完成台湾独立 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今天他们最不通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新党在挑拨省级 请大家回想一下 余国华 李幻 郝伯春 哪一个不是被省级干下马来的呢 事实上挑拨省级的黑手 一直都是李登辉先生 而目的就是他的极独时间表 只是选个市长 赵浩康的政见 为什么要把炮口直接指向国家元首 而且和大台无关市政的统独和省级争议呢 这个让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 事实上他的答案和当初新党提出 新台湾人主张时的考虑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认为所有过去曾经奉献过的 从大陆来的老一辈 曾经为了保卫台盆金马 牺牲奉献过的 实际上他都应该被得到尊重 而且也应该得到肯定 那么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一些人呢 他特别把这一批的都把它排除掉 甚至我们到高雄骂成什么中国猪滚回去 征求外省族群的选票支持 正在新党在今年台北市党选举里的主要诉求和基本战略 虽然新党从来都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从一开始高喊反台独化保卫中华民国口号 到实际请出前退回组委许立农 巡回郡村演讲 新党这一连串以外省族群为主要诉求的积极行动 已经不言可遇 告诉专身啊 这是新党的理念嘛 你认同我这个理念你投我这个票 中国国民党单纯的那些人 那一些人是变质的中国国民党 是假的中国国民党 是打造中国国民党的旗号 而执行民进党太多露线的 太多政策的中国国民党 不过新党这项故意不说破的省级诉求策略 首先是遭到来自票源严重重叠的国民党全面的反扑 国民党正言除了放出投票给赵超康 就等于支持陈水扁的耳语之外 还请出李登辉主席重申反台独立场 台湾要独立 连赞亲自走访眷村取下改善眷村生活的承诺 与新党展开激烈的拉锯 这些我们对农民各方面 顾得还不够走到这个事实 但是这方面我们应该政府应该加速来做 这个是应该的 接着一群高喊受入了赵超康的学者 也终于召开记者会 强烈抨击超康为了争取外省族群选票 不惜挑拨审计情急的做法非常不道德 他骂这个陈水扁是一个台独 但是他常常把这种台独简化成为这种疾毒 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种台独 它是一个过程论 一般认为就是国民党的全面防堵 和学者的猛烈抨击 这双重压力才迫使赵超康决定挺而走险 在日前采取升高战火炮打李登辉的策略 但是事实证明 赵超康这番石破天惊的谈话 确实称得上是一招至今胜负难断的险棋 随后几天 来自总统符合国民党的严厉驳斥 以及指责赵超康涉及污蔑国家元首的声音 从未间断过 李总统已经有极多的时间表 这样子的话 可以说是一种毫无事实根据 而且也不负责任的这种言论 这个完全是一种有信任故意挑拨昏话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 也有部分选民对赵超康批评李登辉挑拨审计情急的说 大表赞同 连带的对赵超康的支持也更加坚定 而更令外界难以置信的是 就连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在半个多月前谈及省级问题时 也和日前赵超康的说法大同小异 李登辉他当年就是一两年以前 他跟郝伯春跟李煥跟蒋伟国在斗的时候 权力斗争的时候 真的说要挑起省级的问题 不是民进党 是国民党本身 李登辉那时候耳语 他的掌控的媒体 有意无意之间的讲 咱们要来支持台湾人总统 打的是不是省级问题 所以今天最不够资格 来说民进党挑起省级的 就是李登辉集团 到底是谁在挑拨省级情节 造成族群对立 学者说是赵超康 赵超康说是李登辉 但事实上两人似乎都难逃责任 甚至在今天选举里的另外一个省长战场上 民进党强调400年来第一站 台湾人选台湾人 国民党强调爱台湾爱乡土 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呢 聪明的选民应该在投票前三思而行 OK 显然主张李登辉是表里不一的人最多 所以赵超康笑得很高兴 好 那么明天晚上记得 明天晚上可能渔夫应该还会再出现吧 明天晚上请记得收看渔夫的选举万岁 拜拜